你好可爱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赵小慧 今天的主题是爸妈我就直说了 其实在我们家有话直说的从来都是我爸妈 我爸妈他们结婚好多年才生的我 有一次我就问我妈 是不是你不用工作 觉得生活太无聊了 想生个孩子陪陪你 我妈说不是 我就想看看我这个岁数 还能不能生 我感觉我妈好像从小就没有搞清楚我的性别 我小时候看别的小女孩摔倒了 妈妈就会在旁边很温柔地鼓励她 宝宝 站起来 你可以的 我要是摔倒了 我妈只会说 站起来 别跟个娘们似的 然后我上大学就去学机械了 这种专业你一听就不是我自己选的 当时我妈说要给我报这个专业的时候 我是很反对的 我说妈 哪有女生学这种东西 我妈给我的解释是这样的 她说你懂啥 女人多的地方是非多 有道理 我学了这个专业以后呢 毕业就到广州一个工厂的车间里面工作 这个工作对我来说唯一的好处就是跟我爸变得特别有共同语言 我爸也算是个工科生 他就搞建筑嘛 一年四季都在工地上 我现在回家吃饭和我爸聊天 聊的都是我们车间啊 他们工地啊 人家都说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小情人 我感觉我就是我爸上辈子的工友 我感觉我们家的桌子啊椅子啊都很多余 我跟我爸就蹲在墙角 一盘花生米一瓶酒 我俩就能聊一宿 然后自从我把我爸当工友看以后 我就发现了一个和父母相处的秘诀 真的你把你爸当兄弟看 你跟你妈的关系会变得很好 因为人家都说嘛 好兄弟的女人怎么看都顺眼 你真的说 然后我的工友现在也快退休了嘛 每天没事干就喜欢给我发一些十万家的微信文章 就去年冬天广州挺冷的 我就买了一个电热毯 我爸听说以后立马就给我发了一个微信推送啊 什么系数电热毯几大危害 有什么漏电啊上火啊 最夸张的说电热毯睡多了会不孕不育 我当时就跟我爸说 爸这个文章一看就是南方人写的 你记不记得在我们北方有个东西 它叫炕 还不孕不育 我都不知道你们听完怎么想的 我好像是看到了一个商机 我感觉以后快捷酒店的主打房型 很可能就是温暖电热毯主题大床房 真的 他俩跟其他父母其实很像 就是现在还在关心我为什么没有找到男朋友 我是这么跟他们解释的 你们看啊 我虽然没有男朋友 但是我追星啊 追星这件事我跟你们讲 和异地恋是一模一样 真的 面见不着几回 钱是一点没少花 我爸妈算是那种比较开明的 就不反对我追星 毕竟我单身这么多年 他们也是第一次见我 对几个男人这么有热情 觉得不能打击我的积极性 尤其是我妈 比我还关心那些男明星的状态 总问我 他们单位能不能给他们交五显一金呢 就他们这个工作有没有编制啊 就在我妈眼里 你再火的男明星 只要没有编制 就配不上我这种车间一直滑 其实追星很辛苦的 追星很辛苦的 有的时候我大老远去外地 看演唱会的话 一路奔波 晚上到了那里 他们在上面唱一晚上 我在底下啊 喊一晚上 我感觉我也累 他们也累 我妈就总劝我 你看一段感情 双方都觉得累了 那你就该放手了 但其实父母也有他们自己的爱好 就比如说我妈 有些年广场舞 不像现在这么流行的时候 她特别喜欢跳那种交易舞 就是一个漆黑的舞厅 抱着一个不认识的老头 一大大 二大大 就那种东西 我妈当年绝对是舞厅杀手 真的 她跳死好几个老头了 我感觉她每个月参加舞伴的葬礼 比我现在参加同事的婚礼还要频繁 后来这个影响实在太恶劣了 我们当地舞厅就把她拉黑了 但是我妈不折不挠 开发了一个新的爱好 她去健身了 我那天还问她 我说妈最近怎么喜欢健身了呢 我妈还给我解释 哎 我听人家说了 健身教练 命硬 其实本来我的表演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但是我觉得结尾还是要点题 升华一下主题 那爸妈我就直说了 我祝你们身体健康 也祝我妈的教练平安 谢谢大家 我是小慧